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级围棋教室 我们继续讲收关技巧 我们先来看这个位置 这一块黑棋 那白棋想的该怎么收关呢 不过班 他打 接 那么黑棋就补一个 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黑棋花木 不补是不行的 不补一 不补打到煤棋 你吃它尝 这样倒是煤棋 打煤棋 但是这个形象下黑棋有个搭 白棋有个搭 这个搭是妙手 黑棋的木树会损一些 你不能接 接了一打 把那俩吃了 你接这个 他又先手把这个吃了 黑棋花里后手做活 但是你搬粘把它补一个是八木 这样不满意 那就要想别的办法 是搬这边 但搬这边它火 也没什么招 你现在搬粘还是后手 没用 一二三四五六六六没齐 吃它就接住 没用 这样它将来会补一个一二将来这下还有可能能打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看上去还是八木大同小异 这两招白棋都不行 这样白棋就要想办法 这类形状常见的就是这一步 点一个 一边瞄的 这要断 一个这要斑 看白棋该怎么走 看黑棋怎么走 那如果煎 阻断 那白棋呢 现在这一步打 你接了 它这步断就有了 断这 断这一步 这样黑棋呢 炸不入气 炸要不入气 那这两个子就死了 你力 只有接了 只有接 接的话 白棋就把这两个吃了 所以他不能煎这个 既然他打完了一段 把那两个吃了 不能煎的话 就没有太多造法了 你给我弯一个 它是断 立啊 它扑 你立这边 它打 你立这边 它扑 成打结了 你现在吃 它打 那这样成打结了 这个打结呢 黑棋太重了 因为整块呢 都成了打结活了 所以他点这个黑棋呢 没有什么好招 那顶这个虎这个是一样的 只有顶 它扳过 这时候再打 接住 然后坐眼 这样一二三四 这样呢 就只有四目了 一二 这片可以打掉 打掉的话 一二三四五 一共是五目 黑棋五目 刚才是八目 这样白棋一点呢 可以便宜三目 将近三目 不到一点三目 因为呢 搬完了虎完 白棋搬沾完 那黑棋将来呢 将来得补一个 这地方呢 少半目 所以不到五目 黑棋这一点 可以便宜一些 便宜 接下来呢 这个应该点 接下来呢 来看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呢 那就是黑棋 这是四个呢 四个死了 那就想办法关子呢 能不能收些关子 因为你普通扑 是没用的 你扑它接 你打它提 你扳它吃 那是死的 这样呢 就想到 一个是扳 一个是扳这边 它要是挡住 那一扑 这下就出棋了 也不能提 提力打死了 接了一提也死了 这是白棋 很糟糕的形状 但是你扳这个呢 白棋有力 力是好手 力这一步是好棋 它不能挡就力 那下一步黑棋呢 没什么招了 黑棋如果扑 提 你打它接 没棋 这力的正好呢 把这几个都吃了 整个十一目 这个目都在 这还吃回来一目 那白棋 扑不行 如果打 那也不行 打是个接不归 它接住 这损得更多 那白棋有眼 黑棋没眼 这全是木 所以实际下的时候 实际收官 那白棋实际上是长 但是你长 再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还是十一目 那反而这呢 反而生出个打来 这还生出个打来 这样呢 一二三四 反而有十二目 所以扳给它一粒呢 也没什么招 还不如就是扑完了一打 这是十一目 所以这个扳没用 扳给它一粒 是没棋的 就要考虑呢 这边不行 就考虑扳这边 扳这边呢 它如果挡 一扑 这下白棋就死了 这还不错 那么白棋呢 现在就要想办法了 不能挡 不能挡 一个是考虑力 看力怎么样 现在力不行了 现在力它一扑 这个白棋就死了 白棋体力一打 只要死了 不能力 不能力 不能挡 不能力 不能挡 那就要从这边来想办法 也不能收气 收气被它一打 一气吃了 所以现在白棋 你就要想办法 这种情况下呢 通常呢 那就只有扳了 收紧它的气 它如果接 你再打 这下就没问题了 那么黑棋如果挖 因为下部呢 白棋这要吃 这要吃 那黑棋要是想挖 那白棋注意 不要随手打 那随手一打 给它一打 这就成打结了 所以黑棋挖的时候 那白棋呢 白棋有力 黑棋如果接一打 这黑棋是个接不归 接不归死了 现在没用 走哪个也不行了 你挡 它就接住 这步接不回去 这儿不入气 你接它就接 你接它提都快后手死了 所以不能挖 这步不能挖 这样呢 它就只有扳 扳 那白棋呢 再打 黑棋打 白棋提 黑棋提 这样是正解 白棋要注意 不要接这个 你要是这俩也不肯丢 那黑棋一接 这下白棋就死了 因为这儿不入气了 这儿不入气 这儿也下不进去 那黑棋这个凉回去了 白棋就死了 不能接 所以正确的下反 那就是黑棋收关 黑棋搬这个 那白棋搬这个 黑棋这时候再搬这个 那白棋打这个 那这样告一段落了 黑棋这个时候再来考虑 这步打不打 根据关子的情况 这样已经便宜了 如果你不走 如果你不走 那么黑棋呢 黑棋立的话呢 黑棋接 这个斑都可以 黑棋把这补掉 白棋补掉之后 这个斑棋呢 还是白棋的先手了 白棋就这样补掉 这边已经没棋了 你打它就打 它有眼味 你这个斑棋也没用了 这下白棋的斑棋 以后的斑棋 就基本上要算成白棋的权利 你还得补一个 你如果现在斑 你如果现在斑 它只有斑 你再斑 它打 那下步白棋走呢 刚提到这 白棋只有提 提完之后 这步就算提早 但是黑棋可以确保 这两目在 如果一步不走 被它一走 那这个斑棋就变成了 变成了白棋的 只要注意 所以这种棋呢 就要先斑掉 斑它斑 把这步也斑了 走成这样 不要动 这样的便宜一些 再考虑吃不吃 就这个关子 这个关子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形状 那这个形状呢 显然是 本身是没齐的 但是收棋要收好 首先的力 它会团住 不要收上边 你如果收上边 那被它一挡 再接下来 这步是后手 这步就是后手了 这样它是 123456789 123456789 白棋共是九木 黑棋呢 这少了一木 所以你力 它团 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扑 扑 让它提了 它吃了一个 让它提了 然后再打 让它接住 这它只有接 它不能吃 吃完了一提 它一接一打 这成打结了 所以它只有接住 把这个走完之后 黑棋再收 这时候白棋就只有打了 然后你再打 它提掉 1234 1234 吃了 围的四木 吃了四个子 所以这边一共是八木 八木呢 比较刚才这个样子呢 这个样子是九木 所以白棋这儿少了一木 黑棋这儿多了一木 那一来一棋 差了两木 这儿多了一木 它这儿少了一木 所以这棋应该是立完了 铺完了打 你立的时候 它也不能走 它如果走这个 你一掐 这样它木数更少 它不走的话 它只有吃 你收还是先手 它提了你打 它接123456 这样只有六木了 比刚才更亏 刚才还是八木 所以立 正确的下方就是你立 它只有团住 这手一定要铺 不铺的话 你单收器给它一挡 这个接就是后手了 它也不会补了 百差两木 所以这就铺完了打 当然它接 这手呢一般呢 就可以脱先了 这个留的作为结材 收起收起 结材来收 这个铺完了打 就可以了 那么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呢 也还是比较常见的 百气点丸角 更常见的是这种形状 百气点丸角 黑气这儿也挺厚 反正半战也是厚手 那么它这儿不知道什么原因 多爬了一下 跳出来 这压了退 断了打 成了这个箱子 这个样子呢 更多的时候呢 是在打结的时候 黑气打 白气提 那白气呢 找结材 白气呢 不太肯搬这个 你搬给它一打 这个结笋 就是笋结 将来被它一提 是先手先手提一下 那白气有些笋 黑气有些笋 因为你不走 将来给它一提 笋结 笋结不肯打 提你还得硬 这样的话 黑气就亏了 所以黑气打结 那不肯搬这个 不肯搬这个呢 这一扑一提 结也不够多 所以这时候 黑气呢 来下出来这步 爬 那这步爬呢 白气不理了 白气现在力没有意思 力的话 黑气挡 还是先手 它也补 这样黑气没损 这样黑气没损 黑气等于爬你挡住 所以黑气爬要结 白气不走了 这时候呢 黑气呢 就来 在这儿来 想办法 下步该怎么办 普通呢 搬 是容易想到的一步 但是你现在搬呢 它又坚 坚持 好手 这里边没棋 那你爬它团住 那你搬它搬 没用 也就是你接它吃 你打它提 这样是没棋的 没棋 它在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 它一共是十木 那你跟你接 跟你接它挡 你挤它打 这是一样的 这样木数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呢 黑气呢 是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 那黑气呢 这气就要下这步 点 二一多妙手 还是要点这一步 那白气现在不能立 立了被一爬 黑气就死了 那挡 挡的话 它有个扳 你不能再挡了 你再挡 它就一扳 打这个缓气截 打这个截 这个截呢 黑气是无忧截 那白气不肯 白气不行 因为白气不能补 白气补 它下步一打 这就是紧气截了 这里边弄出来个截 那白气不行 所以黑气点这个 那白气只有挡 所以黑气搬 白气就不能打下去了 这样就到这儿 就告一段落 将来呢 黑气揭 黑气揭 那白气 揭 白气揭 那打揭 这步揭 那黑气呢 所以呢 因为这样呢 黑气也不走 黑气呢 将来呢 瞄着 揭这个 再关子便宜点 它不能吃 那它吃这个 你再揭 这样呢 打是先手 站了 多出来两目 所以白气呢 不过白气呢 基本上还是有机会 揭着这下 白气揭这个 那黑气揭 那这样告一段落 以后呢 这步是黑气的 黑气能打着 这样一二三四五 黑气 一共是五目 白气一共五目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算 如果黑气一挡 白气线 黑气扒 白气挡 这是一二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目 在这个基础上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所以这手挡呢 就是八目 所以从打截的角度说来 这步呢 经常呢 还是硬一手 要不然呢 被它一点 这步本身有八目 黑气就硬一全度过去了 所以黑气这步就是截 等它挡的时候 这步也不搬 因为你搬给它一打 还是损目 但现在这步点就不是截了 注意这步点 这步点呢 给它立 这下损的就很多了 这步损的多 因为你挡这个成后手了 所以这步再收关就不能点了 所以它是爬掉 爬掉之后呢 再扑一下 也就这样呢 可以多一个截 这步爬呢 是截要挡 本身呢 是八目的一个关子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研究关子 我们先来看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呢 还是经常见到的 本身呢 黑气吃白气是吃不掉的 你如果打 如果搬 它挡住 你打 接住 这样没齐 你吃它接 再打它提了 这有个角 这步下不进去 不入气 所以黑气两气 白气三气 所以白气没事 打不着 这样黑气就要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好点的关子 搬 它挡 打了 是没有用的 打了 那么你打完了 加 这些都不能 松住气 都不能考虑 这些都被它吃了 这些都不用考虑 所以先搬 先搬 再挡 先打了不行 那黑气就考虑 现在加 看看它的动静 看它下什么 它如果打 打这个不行 这一打是接不归 那它如果打这个 它就产生了个扑 它提了 这时候再打 这样就成了个接不归 这个接不上了 那白气现在提 那它就都提了 没有走的了 白气长 这都是后手 现在提提 白气没有走的了 白气提这个也不大啃 你提这个 它提 你提了 黑气挡住了 所以白气大致也就是只有长了 长它挡住 那这样黑气把这几个吃了 这也都跑了 这股 这棺子就不用数了 这个提的太大了 连这些狮子都跑了 所以黑气一般 白气挡 黑气家 那白气现在呢 没有走的 不能打 也不能立 立的话 它一扑 还不如刚才呢 扑完一打 那还是个接不归 不能立 不能打 也不能吃 那这棺呢 就只有接住了 接住 黑气现在打 这一步还是接不上 还是不能接 那这样就没有走的了 以后呢 黑气提 白气打 成了这样的棺子 这个棺子呢 黑气呢 把这边都吃了 但是白气是先手 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你就要跟刚才结果 作为白气说来 那主要呢 黑气要办完了看着这家 那白气呢 就要算清楚 究竟哪个结果好 如果这儿有一个 那可能呢 还是很可能会考虑呢 干脆把它吃了吧 这个也太大了 它扑 你就先把它提了 它打吃 你看你已经吃了它一个了 那打吃 你就干脆把这边气了 就说再长 这个是先手 它挡 这边呢 当它是 这边先手挡 这个搬粘 能不能搬粘着 这个要根据情况来看 根据情况来判断 如果就这样 你看黑气呢 这个结果跟刚才的结果比较 好 先看黑气 黑气少了一二 算它搬不着 一二三四五 这木也少了 六七八九十十一 黑气差了十一木 黑气差了十一木 整个差了十一木 黑气差了十一木 那这边呢 吃回来 一二三 再加三个 一二三 本身刚才吃了四个 本身是吃了一二三 多吃了三个 因为吃了四个 又还回来一个 你现在呢 现在你可以整整体的来数木 还整体呢 黑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这边少了十一木 黑气少了十一木 但是这边一提一提 这样呢 又吃了三个 这又吃了三个 将来打 这是两木 十一 这多来两木 等于差了九木 这多吃两个 黑气呢 这又多吃了两个 又多回来了 刚才这少了九木 但是说呢 这多了一木 两木 三木 四木 这少了九木 这多了两木 那等于呢 等于呢 一共少了七木 没少那么多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木 十一木 减两木 黑气一共差了九木 一共一共差了九木 但这还有两木 九十一共差了七木 黑气的木 差了七木 我们下来看白气 就是说呢 现在白气如果吃这个的话 黑气呢 一共少了七木 我们再看看白气 少了几木 白气呢 一二三四 刚才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是它的五 现在呢 这个拖不知道怎么样 如果算它是先手 那就少了一木 两木 三木 四木 五六七八 白气呢 这边少了八木 那这边呢 多了一木 两木 三木 四木 五六七 也差不多是八木 所以白气呢 看上去是一木没少 而黑气呢 整个呢 差了七木 所以说 如果是这一袋有子的话 那黑气搬完了一家 那比如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黑气搬完了一家的时候 白气呢 一定要吃这个 要不然白差了七木 其 就是说 当对方下出来妙手的时候 搬完了家 你不要接这个 你就要打这个 整个呢 就要吃这个 那他铺完了他打 把这个给他 你尝着这个 就行了 这样的话 这样的比较的话 黑气在这里 白气选择这个结果 那比选择这个结果要好 这样白差了七木 其 白气全是先手 这样差了七木 在这个棺子 这个棺子呢 这部呢 是容易看着的 搬完了家容易看着 但是就是白气呢 一定要设法打这个 白气一定要打这个 而不能吃这个 纵然这部没有 那也差不了七木 比如说纵然这个样子 也没有那跳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总的说来 这一袋的木树呢 跟白气吃这边的木树呢 差的不是很大 如果这样 能差个四五木 差个三四木的样子 但是黑气呢 整个差了七木 所以纵然这个样子 也是要选择 这部打 这是实在需要注意的 不要接 接被他一打提 先说一二三四五六 这一袋木树呢 差的太多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吃了 把这边四个气掉 把这边气掉 把这儿的木呢 白气把这儿的木呢 转到这儿来 这样的是一个正确的感觉 也是一个好的气感 一定要打 下面呢 我们来看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就是说白气呢 不要犯错误 那常见的 你搬沾这边 你搬沾完这边 搬沾完这边 他那有个虎 他这儿呢 有个虎 这下呢 你再打就没用了 你再打它长 吃长 这样呢 他把这个也补住 再吃再长 这里边是没有齐的 所以这样的次序呢 就搬错了 一定要搬对 这件事情 一定要先搬这边 现在他不能虎 他虎你打 这样他这边呢 就损木了 他本来接一二三四五木 他虎 这就只有三木了 在这个位置 一木两木三木 虎呢 亏了两木 所以搬他只能接 你这个时候 你再搬沾 那他补的这儿 就没有意义了 那他就只有往这儿补了 就是说你搬的顺序要搬好 那先搬了 先搬这边 再搬这边 实战的说 这一类呢 主要是要小心 另外作为黑旗 一定要看着 他这边搬沾 就要看着 这边有虎 就要注意那边有虎 那接下来呢 来看这个旗形 这个形状呢 白旗在这一带呢 是有旗的 只要你看着就行了 你普通肯定没齐 冲冲不断 冲他打 你接他一打 还带响 冲冲不断 弯是没齐的 你弯他接 你冲他挡 这里边呢 并没有齐 这样下是没齐的 那就这个情况下呢 白旗就要看着 这儿 这类形状就是要看着 这儿有不拖 看着就行了 拖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接这边 那他这时候就有个弯 你再接他冲 这下就有齐了 你打他打 你提了 一爬 白旗呢就可以把这四个子 吃掉了 这就有齐了 你接这个 他弯这个 你如果不接这个虎这边 虎这个的时候 白旗呢不交换这个 所以白旗有个先断 现在断 他不来交换这两手 那交换了这两手 就没齐了 他不来交换这两手 这时候他就有个单断 你不能打 你打的话 他从这儿吃过来了 就把上边三个吃了 所以你不能 那你接也不行 虎也不行 那就没什么齐了 没齐可走了 这些都不行 被他一断死了 所以白旗走这个黑旗 就没什么好招了 那应该说呢 还是虎这个 白旗断 黑旗打 这样白旗呢 可以把这两个吃掉 那黑旗呢 尖是先手 是考虑做眼 还是打 那就是后话了 总得出来 白旗通过这个靠呢 可以把这两个子吃掉 这是这个形状的一个妙手 注意看着就行了 经常有这一类的拖 这种旗呢 那在实战中呢 经常也有 那比如说这个拖 那还有 还有这种样子 那周围呢 是黑子 周围是黑子 周围黑子 白旗呢 想在这出旗 那这儿先点了 这儿先点 它挡住 然后再打入 这边呢 它还挺厚 再打入 再打入呢 它不想压 这一袋压了顶啊 什么 担心有漆 这时候它尖 那这个情况下 那就有 有这种可能了 你如果挡 如果挡给它一粒 挡给它一粒 这个样子呢 就要死 这个样子就要死 所以这个情况 长也不行 那这个时候就有这步拖 所以这时候就有这步拖 这样 它长这边 你长这边 那它接这个 你把这个冲下来了 它如果接这边呢 你就可以接这边 把这个就接通了 那它挡这个 你挡这个 那这时候它接 你再尖 这样呢 这个脚上就有齐了 就是常用的 这步拖 你只要看着就行了 刚才呢 那个形状也是 有个拖 你只要看着就行了 拖是常见的一步棋 这几步呢 这几个关子呢 这个比较简单 你只要看着就行了 有一次两次呢 就有印象了 这个关子呢 实际上比较难 夹是能看着的 但是白棋一定要打 这一点要注意 不能呢 那样缩回去 要打 这个关子呢 要养成 既然不会 纵然不会算 要养成了这样的感觉 好 今天这一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